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速有三七二道八省通区之城 这个临卫区呢就是原来的蔚南县 它呢是1995年的时候设立临卫区 隶属蔚南市 这个夏规这个地方呢是原来是一个古县 它呢是公元前688年秦国设立的 这个治所这个当时呢在故事镇 到北宋的时候 这个夏规县呢就隶属华州府 这个县制呢在今天的夏规县 到明朝洪武年间的时候 这个夏规县呢就撤了 并入蔚南县 这个并入蔚南县以后呢 蔚南县的管辖地盘 就从渭河以南转到渭河以北 咱们陕西啊文化集园特别深厚 这个历史上最繁荣的周勤汉堂 都是在关中完成的 蔚南呢是陕西的东大门 也是长期来就是荆棘之计 所以这里呢是人杰激灵 在这里呢就这个被张太延称之为华夏之根 张太延呢就张炳林 近代最著名的国学大师 同时呢是这里因为人杰激灵就诞生了三圣 这三圣呢就指的是 自圣苍杰 这就是苍杰造字 再就是九圣窦康 还有十圣司马迁 这个林卫区呢作为市政府所在纪 这个也是人杰激灵 这里呢就成为这个三贤的故隶 这三贤呢就是指的是 唐代大师人白居易 唐代的文武传才的宰相 军事家张人院 和北宋政治家寇卷 未来有个人和公园 这人和公园呢是 这个大门上有这么一块这个对联 这个对联呢上联是这样写的 这个自圣苍杰 九传窦康 子堂不服千古绝探 这个自圣苍杰呢就是指的是苍杰造字 这个 下面这个九传窦康呢就指的是窦康酿酒 子堂是司马迁的字 这个司马子堂呢写了一本书 就是史记 史记呢比鲁迅先生称之为 千古之绝探 无印之离梢 所以这个呢就指的是司马迁所写的史记 这个众敏平仲 这个众敏呢是 这个寇人死了以后 在1035年 由宋仁忠给他 词的嗜好 这个平仲 是寇人的字 这个所以呢 前组这四个字呢就指的是寇人 第二个是文武人诞 这个人诞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三贤里边的张仁苑 因为呢他必礼诞的会 所以就把这个张仁诞 改成张仁苑 我们刚才也说了 这个张仁苑 是文武传才的宰相 所以这就是文武人诞 乐谦奉言万事事行 这个乐谦 就指的是白乐谦 白居易 也是为男人 他呢是著名的代表作 就是琵琶行和长狠哥 这两个呢都是非常有名 然后他的横批 那自然不用说了 就是三胜三弦 指的就是 为男这个地盘上 出的杰出人物 这个今天呢 我在这里又和大家 来分享一下 了解 这个聊一下 我们这一千年前的老乡党 这个扣诊 我主要呢 从六个方面来这个说 第一个呢 就是扣诊的攻击 也就不朽的扣诊 第二个呢 讲的是扣诊的家世 第三个呢 是扣诊的后人 第四个呢 是扣诊的作风 第五个呢 是扣诊的传说 最后一个呢 是扣诊的评价 这个我们首先来看 这个 对扣诊的这个 对扣诊的这个 攻击的评价 这个扣诊呢 是他 出生在961年 北宋王朝建立在960年 所以这个扣诊呢 就是几乎 与北宋王朝是同生的 他呢是 自叫平仲 是北宋 华州府 下归县人 也就是今天 蔚南市临卫区人 这个他是 本宋著名的政治家 这个1023年的时候去世 这个后来呢 就埋到了故乡 临卫区下归镇 旁边的关笛镇 这个他的领悟呢 在1956年的时候 就被陕西省人民政府 公布为 第一批 重检文武 保护单位 这个因为扣准 曾经必封为来国公 所以 人们称扣准 又称扣来公 有些评书里边 又传说 他是山西太原人 这人呢 爱吃醋 所以呢 又称他为扣老西 其实呢 这是错误的 这个扣准的名气呢 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不管是通过历史课堂 还是通过戏曲 还是通过评书 这个总而言之 不管历史课本怎么改 要讲北宋 就必须讲 禅州之战和禅阳之盟 要讲禅州之战 和禅阳之盟 那就必须讲扣准 这个扣准呢 是 有些人认为 扣准这个导演的 这个禅阳之盟 是北宋这个大国 对齐丹这个小国 做的一种拓协 是屈辱的 但是我认为 他的错 不在扣准 在研究扣准的时候呢 我也看到了 他的年轻时候的得意 扣准16岁的时候 就在夏桂县 这个乡市得中 这个17岁的时候 就在华州府 做了这个工具 19岁的时候 就赶到汴梁 开封 就首都这个地方 去考进士 而且呢 一举得中 33岁的时候呢 就当了副宰相 43岁呢 就当了宰相 这个所以呢 是我也看到了 他的浣海尘浮 扣准一声 为官四十年 两路官拜宰相 五次必贬 直到呢 最后呢 是克死雷州 在这个过程中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个 作为 北宋王朝 最富有传奇的一代宰相 他整肃朝政 铲除编幻 这么一个高高在上的人物 同时又是评书 戏剧舞台的宠儿 不仅为官方所肯定 而且呢 得到了民间的血 后来呢 在林渭区纪检委 召开的这个 扣准联政文化建设 座谈会上 我发表了我的观点 我认为呢 按照古人 立德 立功 立言 三不朽的这个标准 来洪凉 扣准 每个方面都做到了 这里我列举了一下 说扣准 城市正直 知错能改 爱护百姓 忠君爱国 超脱大舵 他的德行 为后人所仰慕 第二个方面呢 是扣准之功 禅州之战和禅安之盟 为北宋 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寿命 给宋辽带来了 一百二十年的长久和平 所以 扣准的功劳足以改变中国历史 第三个 就是立言 这个立言呢 是扣准 现在存下来的书 大概有十本十卷 而且呢 影响都比较大 所以从立功 立德 立言 这个角度来讲 扣准的 这个做得非常好 就实现了他的三不朽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他远远地超过了暴政 所以后来呢 我把我的这个观点呢 发表在未来日报上 引起了一定的共鸣 今天在这里呢 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这个观点 在分享这个观点之前 我们呢 需要看一下 宋朝的世纪 宋出的这个世纪 和扣准年龄的对比 这个宋朝的建立者 是赵匡义 这个他的继承人 是他的兄弟 赵匡义 在这里又打的是赵光义 这个有个原因 因为他是继兄娘 这个宋太宗呢 原来的名字叫赵匡义 后来宋太宗 成了皇帝了以后呢 避会 就把这个赵匡义 改成赵光义了 第三代皇帝呢 是宋太宗的儿子 真宗赵衡 第四代皇帝呢 是赵衡的儿子 儿子仁宗赵真 而扣准生在961年 1023年去世 他980年的时候 才入世 所以从这个年龄对比上来看 他是经历了 太宗和真宗两桃 这个我们首先来看 这个三部秀里边的利德 利德呢是扣准的德行 为后人所仰慕 我呢从五个方面 来分析这个问题 第一个呢就是扣政城市正直 敢讲真话 扣政呢19岁的时候 就到开封 这个 进行见识 当时呢是宋太宗 有一个习惯 就是喜欢 这个用年龄 稍微长一点的 认为呢 这些人 经历比较丰富 这个厨师呢是 这个比较干练 所以这种 只有19岁的扣准考试的时候 别人就建议 扣准呢 你把你的年龄往上改一改 这样 中举的可能性呢 就会大一些 但是扣准说了这么一句话 准方进去 可欺君也 所以扣准从一开始入关 就建议了他 城市正直的这个基础 但这和现在的一些干部呢 是不一样 在18大之前 我们都知道 有一个奇怪的名词 叫档案年龄 这个档案年龄呢 可能就是中国的特色吧 这个是指的是 我们一些官员 他的古龄越来越老 但是官越做越大 文凭越来越高 但是 纸上的年龄 也就是档案年龄 就越来越轻 这个呢 和扣准比起来 那就是差得太远了 这个 再有一个故事呢 就是 在989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 28岁的扣准 已经成为经官了 那已经成为经官了 虽然指位不高 但是呢 扣准出声牛都不怕虎 就陕西愣娃的这个二进 这个 历史上有一个记载 就是晚一流见的这个故事 这个史书上的 传闻是这样的 就是 奏事件中 语不合 激怒起 动辙引第一 辙引第一 令继夫作 视觉乃配 就是在一次 大剑上议事的时候 这个扣准和黄继的话呢 是发生了冲突 把黄继呢 就气得站起来 要走 但这个时候 扣准呢 是不动声色 拉着黄继的衣服 非让黄继呢 是重新坐下 把事情商量妥当以后 才让黄继走 这个呢 是晚一流见的故事 这个事后 这个宋太祖呢 是这个想起来 然后呢 感慨地说 我真的扣准 有文皇值得 魏征也 这个在宋以后 谈以后 这个能够把大谈 比作魏征的 那就是最高的 一个评价 第二个就是爱护百姓 扣准19岁呢 就这个当官了 他的第一个任地呢 是在巴东 这个巴东呢 是在湖北省 和四川省交界的 一个地方 就是金县的 碧阶的东边 这个到这个地方 任职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情况 就是非常复杂 在北宋王朝 统一的过程中 残酷的镇压 巴东继区的人民 给人民心理上 留下了很严重的伤害 扣准到阵了以后 首先进行维护四方 用现在的话 就是了解民意和疫情 这个了解清楚了以后 这个扣准呢 是把全县 全年的摇衣状况 和各项的劳动力状况 结合起来 合理分配 在农贤的时候 就分配得很清淡 正切在县衙门口 使老百姓呢 做到了心知肚明 也使这个 他的工作呢 做到了公开 公正和透明 老百姓 提前知道了以后呢 可以调整他的时间 不务农时 所以这个时候呢 扣准呢 他没有用 政府的行政官文 来欺压百姓 老百姓呢 也没有 这个耽误摇移的 从这个小小的改变来看 这十九岁的县太爷 这个心中有百姓 做事有担当 这个扣人到任的时候 前任留下的基案 远案很多 扣人呢 用了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 就把所有的基案 远案处理得拓拓当当 一时间呢 朝堂之上 无人告状 大家呢 是交口称赞 扣人年轻有为 好评入朝 第三个呢 就是扣人的是 知错能改 在十世纪末期的时候 对北宋王朝来讲 正是内外交困的时候 内部呢 有王小波 李顺奇 外边北边 有辽国 西单族的威胁 西北方向呢 有党项族的威胁 这个现在还不能说西夏 为什么呢 因为他1038年才建国 这个呢 西北方向 有党项族的威胁 这个时候的扣人 是他 这个刚刚升任 年轻最得意的时候 他33岁呢 就当了副宰相 而且呢 是招了宋仪为妻 这个宋仪是谁呢 就是宋太祖赵宽颖的小姨子 邢国公 宋沃的小女儿 这样来讲 扣人就和皇家 沾亲带过了 这个扣人这个时候呢 得意的不得了 这个经常呢 是大乡宾客 滋意宴饮 这个 这个时候呢 是流传了许多故事 因为这个 观众集团流传了好多故事 比如这个扣人霸宴 扣人做生日 这个欠逃 与扣人 所以扣人这个时候 特别的张扬 特别张 但是后来经过他的亲人的规券 批评 扣人改正了 成就了一代弦象 这个批评他的人 可能是他的嗜妾 欠逃 也可能是他的旧父 这个总而言之 扣人从此做了一个改变 而且呢 成就了一代弦象 他这个 最主要的表现呢 就是刚才我们也说过 他疫情床障 就用了二十年 破了让家人补一下 接着再用 而且呢 是他当那么大的官 父宰相宰相 在京城里面 没有自己的住宰 这个被称为无地宰相 他在京城里面办公的时候 借住在别人家里 这个他的妻子和孩子呢 就寄居在洛阳 他丈人家宋家 第四个方面呢 就是忠君爱国 可以说在封建社会 很大程度上 忠君和爱国呢 是划等号的 33岁的扣人 当了副宰相以后 就主张进行改革 这呢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 就皇位继承问题 我国历史上 一直都是 鸡长子继承制 但是扣人 在这里提出了反对意见 他认为 立贤不必立长 就建议宋太宗 立他比较有作为的 三儿子赵恒 当时还是相往为太子 宋太宗呢 就采纳他的意见 这个赵恒呢 就是后来的 这个宋真宗 当了皇帝 第二个 在这个官吏任意念问题上 他主张 进贤 退不孝 这个扣准 经过他的考核 给国家 给朝廷 推荐了 这个好多 有担当 有能力的大产 这个比如 毛泽东主席 称赞的 吕端 大势不糊涂的 吕端 就是扣人推荐的 另外呢 还有这个张继 还有这个 李塔玲等人 在这个民族政策上 他的主张 不能歧视 少数民族 并且呢 安抚 少数民族 奖励 戍边有功的 公裁良将 这个在公元的1000年 扣准呢 是到了宝基地区 现在就是 凤祥府 做太守的时候 他就按照他的这个设想 这个 坚持做这样的工作 结果是这个 本来特别靠近 这个党项族的 隆东 和关中地区 本来应该说这里最乱 结果呢 成为 大宋王朝最坚固的后方 第五个呢 就是 超超大洞 2019年的时候 扣准了第二次 关拜宰相 但是一年以后 就连续被贬 最后呢 贬死在雷州半岛 今天的雷州半岛 他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边 经历到大起大落 这个 他的雷州半岛时候 已经年迈其弱 而且呢 是长期生活在北方 要忍受着南方 湿热桥间的煎熬 但是到了这里 他不忘发挥余热 关心老百姓的生活 这个 他在当地呢 就教当地人 讲观众话 这个讲这个中原话 这就相当于 现在政府推广的 政府长导的 推广普通话工作 推广工作 这在对当地的文化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 这个起到积极的作用 按说到这个时候 应该是扣诊人生里面 最为低谷的时候 但是这个时候呢 扣诊和超脱的许多 就拿他对精卫来说 是扣诊艺术 把精卫齐拔起来的 又加以培养 但精卫呢 是扣诊最执着的机人 是精卫把扣诊搬下台的 25千贬了三次 到宋真宗死了以后 又被扁了 这个丁卫肯定没有想到 这个不久 他自己也被扁了 扁到比雷州更远的崖州 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岛三亚 海南的三亚 要到崖州去 就要从扣诊的贬值之际 雷都经过 这个有人把这个消息 告诉扣诊以后呢 大家都等着 看这个丁卫的笑话 结果呢 扣诊让他的手下 给丁卫送去的一只针羊 意再告诉丁卫 到那个荒芜之际 要注意保重自己的身体 这个扣诊的手下 要杀掉丁卫 被扣诊制止了 当丁卫路过雷都的时候 那天 扣诊在家里奢侈赌局 不让他手下的人出去 等丁卫走了以后 才让他的手下出门 这个有机会报仇的时候 扣诊做出这样的选择 这呢就是他人生的雷落之处 从这五个方面 就是诚实正直 敢讲真话 爱护百姓 知错能改 中军也国 抄抄大斗 这个表现的扣诊的品德 确实呢 是为后人所仰慕 第二个方面 这个就是立功 立功扣诊的功劳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足以改变中国的历史 916年的时候 我国北方的七单族 建立了辽国 建立了国以后 他的市场就很快地膨胀起来 曾经已渡 他的这个区域 统治了东到日本海 东边的到日本海 西边的到二泰山 这个南边到达河北省的白沟河 北边的到达中俄边境的尔古纳河 大兴安岭一带 也就是拿今天的区域来讲 就是山西省的北部 河北省的北部 这个内蒙古自治区 蒙古人民共和国 东北三省 一直到19世纪比俄国占领的 中国的远东地区 都是七单的地盘 在中国历史上 北方的少数民族强大了以后 往往会对中原的政权造成威胁 这个比如秦汉时期的匈奴 就威胁着秦汉的安全 比如隋唐时候的突厥 就威胁着隋唐的安全 比如北宋时候的七单 就威胁着北宋的安全 后来还有金 还有蒙古 还有明末的女帧 所以这个北方民族强大了以后 往往对中原会造成一个严重的威胁 960年的时候 赵匡业是通过陈桥兵变 黄袍加深建得了北宋 在历史上 自从907年朱恩叛唐 一直到赵匡业本人 中国历史这半个多世纪事件里边 一直都上演着 就是武将 这个通过军事政变的行事 这个把前朝推翻 来夺去皇位 等赵匡业上台了以后 仍然心有余悸 他这个时候的心态呢 用他对这个礼遇 就是南唐后主席词的那个礼遇 的一句话也可以 放到这个地方来用 就是窝榻自策 其容他人寒睡 因此呢 在这个时候 这个赵匡业呢 就要想办法改变这种局面 为了不是北宋王朝 从到唐沫五代以来 这个武将 跋扰翻人歌举的这种负责 于是呢 他实行了文臣治国 中文清武的国策 这呢 主要的政策呢 有下面这么几点 第一个 就是在军事上 他实行 杯酒士兵权 削弱了朝中 大臣的这个兵权 包括他的亲信 实属性等人 第二个 把精锐部队 编成禁军 守护中央 设立书名院来管理军权 第三个 经常交换军队的将领 定期的换防 隔断将领与士兵 和地方之间的联系 使兵 兵不施将 将不专兵 第四个 就是实行文臣统兵 在这个政治上 他削弱宰相的权利 把宰相的权利呢 是一分为三 三司管财政 书名院呢 是管军权 参职政事呢 是副宰相管行政 死刑呢 要报中央核准 就控制了地方的司法权 第三个呢 是扩大科举考试的录取人数 输回官吏的任免权 第四个呢 是派文臣到各地去做支州 频繁地调动州县长官 害怕形成地方势力 这个各州舌通派 来分化分解支州的权利 在经济上 取消了节度式收税的权利 派转运使来管理财政 把地方的财富大传 收给中央 松太祖呢 实行了这一系列政策 就牛 十国以来 上午 这个上文 这个上午清闻的这个 做风气 斗绝了武将跋扈 和 和这个兵变正义的情况发生 有利于政权的稳定 和社会的安宁 这个 但是这个文臣长兵 这个武将多受牵制 就严重地束缚了 这个武将 统军 部阵的指挥权 这个军队的战斗力呢 就大大的降降 所以呢 对外文弱 就成为北宋 就成为这个宋朝 一个明显的标签 北宋建立了以后 这个曾经试图 收复 比儿皇纪 就是后进的儿皇纪 石敬堂出卖的 燕云十六州级区 这个燕云十六州级区呢 就是指的是这一块区域 就指的是这一块区域 它呢是中原的屏障 一旦这一块势属 这个北方民族呢 就会唐区植入 侵略中原王朝 但是在这个宋太祖 宋太宗与契丹的交战中 宋一直处于劣势 等到997年 这个第三任皇纪呢 宋真宗上台了以后 这个契丹 南下侵犯的评次 就更加增加 1004年 这个比山推荐 扣准担任宰相 可以说扣准的上任 那是临危受命 这个他上台以后 立即呢就对宋真宗说 契丹的侵略我朝 是试探我朝的虚实 这个所以应该呢 是抓紧训练军队 任命江帅 把精锐部队 部署到重要的关爱 以迎接更大规模的战争 他一方面这样建议 也一方面呢 叫兵潜将 加强河北的这个防务 果然不出扣人所料 过了不久 辽国呢就以收复瓦桥关为名 发兵二十万 大举进攻北宋 十一月 军风之际禅州北城 禅州就是今天 河南省的浦阳市 离宋都开封近二百余里 如果禅州失守 这个宋都开封 将暴露在辽军的视野之内 这个时候 前线的紧急军情 一晚上就送达了五次 这个宋真宗的惊慌失措 急忙召集大臣商议 这个时候呢 北宋朝清里边 就得了一种病 叫孔疗病 害怕辽国 害怕辽国 这个当时的江西人 王清若就主张迁渡到金陵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来剁毙辽军的锋芒 四川人陈瑶宿 就主张迁渡到成都 来剁毙战乱 由于未决的宋真宗 就像刚刚党上宰相的扣转为策 这个他左顾环室以后 就问 寇相怎么不在 王清若呢 一向于寇准不活 就不怀好意地说 寇相这个时候 正在家里 饮酒作乐呢 这个时候皇帝呢 就派人把寇准宣上朝 直接就问 七单南下 有人主张迁渡金陵 有人主张迁渡成都 爱卿又如何 寇准假装不知道 这个主意都是谁出的 就大声地在朝堂上说 是谁给陛下出了这个主意 我建议陛下呢 应该把这能人杀掉 剥了他们的皮 然后用他们的皮呢 做成战骨 再敲着这个战骨 兴师北伐 这个后面的这个 禅州之战 和禅安之盟的故事呢 是刚才视频里面 已经要说了 禅州之战和禅安之盟 给北宋延长了 一百多年的寿命 给宋辽带了 一百二十多年的和平 从此呢 双方的边境贸易发展起来 两国人民得到了 实实在在的好处 由于扣准在其中的 举大贡献 这个范仲言 就后来的范仲言说 寇来宫禅员之意 能左右千子 不动之山 千下为之大宗 也就是当时这个 禅州之战 皇帝不愿意上前线 可以说是 这个寇军 拉着皇帝 出着皇帝 推着皇帝 这个不恰当地说是 挟持着皇帝 这个 达到这个 禅州北城 最后呢 取得战争的胜利 所以这个范仲言就说 能左右天子 不动之山 但历史上不可能这样记载 这个 这就是当时 后来的宰相王恩师说 欢蒙一词 至今日 丞相来宫 宫第一 北宋的禅景说 当时如扣准 天下分 南北 禅安之盟前景了以后 这个扣准遭 王亲若的陷害呢 必扁 扁到了陕州 也就是今天三门霞市的陕州区 这个本宋社会矛盾凸现 社会上 京城里面很快流去 传出这样一句名谣 欲得天下好 末如朝寇老 在13年后 也就是公元的1019年 寇仲第二次 官拜宰相 但好景不长 一年以后呢 就 这个扁了 而且呢 是 这个 连续避变 最后呢 是 三年以后呢 是病死在雷州 他再也没有回过 这个权力的核心 我在后来研究的时候呢 就把北宋这一段 这扣准死了以后 北宋这一段 给起了个名字 叫 北宋的后扣准时代 这个时候的北宋呢 社会矛盾十分的复杂 当时的有时之时呢 就长导进行改革 这个改革呢 主要有两个 一个呢 就是著名的范仲言 他在1043年 到1044年 创造进行新政 但是在1045年的时候 庆尼新政就失败了 庆尼新政 这个吹响了 王安石变法的序幕 在1069年 到1085年 当时的宰相王安石 发动了 旨在 割除旧壁的 王安石变法 但是最后 还是以失败告终 所以都北宋到后头 这个社会矛盾复杂 几乎无可救药 他对外呢 是献币求和 也就用金钱的话来说 以货币来换和平 这些钱都从哪来呢 都从老百姓身上 因此呢 就肆意地搜刮 这个老百姓在这个时候呢 苦不堪言 流离失所 这个时候呢 是这个广西 山东 陕西 河北 等多计 都爆发了农民起义 在这个风雨飘摇之中 加上这个时候是金国人 金国人一路南下 拱破了当时 北宋的都城开封 这就是靖康之难 把北宋的最后两代皇际 一个是宋徽宗 一个是宋秦宗 以及四千多大潭妃子 这都抓走了 这个当时的康王赵构 这个一路难逃 大宋失去了半壁江山 大宋山河破碎以后 最后这个康王赵构呢 就偏安江南一域 苟延残窜 一百五十多年 这个呢 就是后来的南宋 在这个立德 立功立言的第三个方面 应该就是扣准 有什么住宿 这个历史上是这样评价扣准的 说扣准不仅是一位 杰出的政治家 而且呢 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 他在七岁的时候 就随父亲登上家乡附近的华山 然后呢 就随口 这个涌出了涌华山两手 这其中一手呢 是只有千在上 更无山与其 举头红日进 副手百云堤 另外一手呢 是仙长逢头卧 火轮染通空 倒海指石里 过山迎腕虫 扣来宫 这个善诗能闻 今天传下来的 有扣中美宫诗集三卷 另外呢 还有收入司库传书的 扣来宫集七卷 司库传书的总物里边 评价扣准的诗是这样的 说七诗 乃韩思七晚 错有晚唐之志 然古运特高 绝非 繁衍可比 这个由此可见 扣中呢 是做到了 立德 立功 立言 做到了三不朽 所以 寇存 名垂千古 第二个问题呢 是咱们来了解一下 扣中的家世 这个据 这个宋史扣中传里边 记载 说扣中的这个扣 怎么来的 他是春秋时候 司库 苏寺的后代 他的子孙呢 就以祖先的官职 来做他的姓 居住在昌平 就是今天北京的昌平 这个 在他前头 这个有几代祖先 是比较有名 第一个呢 就是扣勋 扣勋呢 是刘秀 二十八 云台中兴名将之一 必封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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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汉环纪的时候 扣逊的 曾孙叫寇荣 他这个 当过世中 兴致呢 桀骜不逊 因此呢 受到全宠的加害 皇继呢 要逮捕他 这个时候 就把他吓得跑了 最后呢 就辗转来到了 夏规 就在夏规 安家了 从这个 扣荣 到夏规 一直到 寇乡 寇乡呢 就是寇准的父亲 在寇降呢 就在夏规 这个地方呢 居住了 七百多年 寇准的父亲 寇乡 是五代十国 后近的近史 这个 国败了以后 这个家里面 比较穷 因此呢 是寇准的家庭 给寇准的 只有寒门的根地 和父亲 严格的 儒学教育 寇准的父亲呢 十岁 这个就 在寇准十岁的时候 就去世了 所以 这个寇家 留给父 这个他呢 就靠母亲的 辛劳和积极度日 所以这就养成了寇准 从小有担当 果敢 坚毅 正直 再看这个寇准的后人 寇准呢 生了四个女儿 这个没有儿子 就把他门中的一个侄子 寇随 过急过来 这个寇随呢 这个比较谨小身微 在宋仁宗的时候 这个做过建中城 这样的小官 他一共有四个孙子 大孙子呢 叫寇隐 做过战山大夫 二孙子 叫寇宋 三孙子呢 寇城 都是近世纪迹 这个做过大理平市 他最小的孙子呢 叫寇隐 在下归老家呢 种地 给他的走线呢 是首扫繁营 这个现在 蔚南市临卫区 的这个前寺镇 丛宁镇和阳国镇的 这些地方 都有姓寇的居住 这个据说呢 都是寇宇的后代 寇宇这四个女儿 他的大女儿呢 是嫁给了王树 这个王树呢 是曾经当过书密使 上书 利布斯朗 从中书门下平章市 他的二女儿 嫁给了太夫卿 比堂庆 这个比堂庆呢 就是推荐寇宇 当宰相的 逼山的儿子 他的三女儿呢 也嫁给了这个比堂庆 他的四女儿 就小女儿呢 嫁给了 这个斯丰园外郎 直使馆 张子高 第四个问题 我们来了解一下 寇宇的这个作风 第一个 就是寇宇最著名的 就是吴帝宰相 这个寇宇 在这个副宰相 宰相的位置上 待了好多年 这个 他的权利是很大 管的钱物呢 也很多 按常理的推断 寇宇肯定是锦衣玉石 住的是高堂大雾 但事实 跟人们的想象呢 却恰恰相反 寇宇有个好朋友呢 叫魏妍 魏妍呢 一次到寇宇家里来拜访 两个人因为自同道合 经常呢 谈谈论金 议论朝政 这个有一次呢 就显侃到了 历代的清官 魏妍呢 就认为 以寇宇的这个层级 以寇宇对自己 自律的程度 和清廉的程度 不雅于历代的清官 于是呢 在这个席上 这个心潮澎湃 马上呢 赴誓一首 其中呢 就有这么两句 有官居井内 无忌起楼台 这个井内呢 是过去 古人做饭的时候 两种催俱 在这里呢 比喻 这个比喻呢 宅府级的大产 无地起楼台 就指的是 扣着这样的官阶 在京城开封里边 没有自己的私宅 所以被称为了 无地宅相 不知道谁把这个诗呢 最后就传到了墨碑 在宋真宗晚年的时候 北方的使者 来见宋桃皇际 有一次呢 就问这个 翻译官 说在我们那儿 听说你们 大宋朝呢 有一个无地宅相 请问哪一个人 是无地起楼台的相国 但这个时候 扣准 已经被贬到南方去了 这个北国的使者 在这里要问 要见扣准 所以朝前呢 马上就把扣准 又招回来 招回来给他 没有职务 就让扣准掌管 皇宫北朝门的要事 这个北方的使者 就专门来拜访了扣准 说扣相德高望重 堪称国家动量 那为什么没有在 中书省任职呢 扣准没办法解释 诙谑谑地说 我朝皇上英明 认为要是朝中无事 北唐门的要事 只有我掌管才能行 所以这个北方的使者 就寒暑微笑 这个寒暑微笑 第二个方面 就是扣准前期生活 非常的张扬高调 这也是扣准 为后人所勾病的地方之一 但是在这里 有两个材料 我们要看一下 第一个材料呢 就是在宋仁宗家幼年间 这个颁布的 公务员的工资标准 这个按照这个工资标准 我们算一下 历上最轻的清官 报文证 这个报文证呢 当时呢 是在这个开封府当一把手 身兼三职 他的收入有多少呢 这个钱 是两万零八百五十六罐 大米是两千一百八十蛋 小麦一百八十蛋 零十匹 卷三十四匹 螺两机 棉 这个两棉 就是中棉和下棉 棉一百两 这个一百称木炭 二百四十款柴火 四百八十款干草 你看这个宋桃的工资里面 啥都发 这个东西呢 就专家推算了以后 就拿金钱的物价比来讲 算了以后 大概这个包龙头 这个年收入 是一千三百六十七万 他的这个级别呢 就是相当于 今天北京市的市长 我们再看一则材料 宋桃的关之路里面 这个记载 载府一级的大产 这个他的年收入 是三千 钱呢 是三千六百块 一千二百弹苏米 四十匹零 六十匹卷 一百两冬眠 一万四千四百书新 一千六百称碳 这个碳呢 是木炭 这个七弹 盐 再加上七十个仆人的 这个衣粮 往往到这个级别上 肯定还有很多的兼职 这个而且宋桃的黄金呢 特大方 经常有赏赐 所以那个奖金呢 也比较高 然后波文正这个 工资收入来 大概算一下 扣着的年收入 用现在人民币的话 至少两三千万 那扣着这么多的钱 这个这么高的收入 又长期 因为他十九岁就当官了嘛 而且在这副宰相 宰相位置上多年 他的钱呢 都去哪了 这个在我的研究中 我把这总结了一下 扣着的钱 从三桥渠道溜足了 第一桥渠道呢 就是花了 这个宋史扣着传里边 说扣着这人 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就是准寿年富贵 性情豪舍 喜剧饮 每宴宾客 多合费托餐 交味肠若游灯 随包样所在 必然这个具足 这个就是扣着寿年富贵 而且呢是 刚才我们讲过 年轻的时候特别张扬 这个喜欢喝酒 特别能喝 这个每一次家里来到 这个客人 他都把门马上一关 把人家马车的马剪下来 把客人要留住 留住的时候 他家里边根本不点油灯 而且比较高档的蜡烛 这个扣着呢 奢侈到这种程度 这个消息呢 就传到了宋真宗那里 但是宋真宗的心里边 扣着是清官 当时的宰相王弹 也认为扣着是清官 所以这两个人都认为扣着是清官 王弹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王弹呢 是历书上怎么说的 嗯 把黄金给糊弄过去了 黄金呢再也没有追问 扣着这个钱 留走的第二桥渠道 我认为是捐了 在公元的1006年2月 扣着被扁到陕州 就是咱们这个 蔚南地区东边的 这个三面峡这一块 到年纪的时候 他回家乡省亲 路过惠昭寺的这个地方 看见惠昭寺的这个塔呢 是正在修建 还没有完工 现在这个惠昭寺 和惠昭寺的塔呢 现在还在 在这个陕西 在蔚南市凌卫区下跪镇 原来镇政府的后院的店 这个扣着呢 马上就把他的钱 拿出来捐了 这个他就成了功德主 捐了以后 僧人呢 马上就把扣着的画像 刻在一块青石上 然后把这个 刻的这个画像 最后呢 就放到他的几层 扣着这个钱 溜走的 第三条渠道 我认为是送人了 分给别人了 这个都是有根据的 来宫仪式里面记载 这个扣着 终身不需财产 他就不攒钱 后出入将相 这个所得俸禄 唯物是余 这个又外奢内奸 无生传之余 扣着这个 他对自己来讲 这到后来 要求还是很严的 外奢内奸 表面上看起来 他很奢侈 但是呢 对自己要求 还是很严格的 他也没有什么 特别不良的爱好 北宋的汉林学史 孙扁 奉子撰起了 来国扣中敏功 精种之余 这个碑文里边 有这么一段话 说 然 不治私地 不应前远 所得奉词 奉就是奉劳 词就是皇帝给词语的奖金 皆分给宗党故旧 去之日 家无余资 都把这个分出去了 结果扣着死的时候 家里边几乎没有什么余田 在1023年 扣着冤死雷州以后 他的妻子宋仪 就请求皇上批准 让扣准返归故乡 结果他家里没有钱 朝前给拨了一点钱 扣准的灵鹏 扣准的灵鹏就望北运 最后运到河南 钱花完了 于是扣准就寄埋在洛阳 扣准去世11年后 也就是公元的1034年 这个时候 宋仁中才为他平反昭雪 扣准才最后 返归下归故里 这个司马光 教训他儿子的时候 就把扣准 做一个反面教材 来这个教训 给他儿子说 近世有一个叫扣来宫的 他的豪舍冠一石 特别有名 然而他的功劳太大了 所以没人敢说他的坏话 但是他的子孙习习家风 至今多穷困 这个扣准作风里面的第三个 扣准是酒 宋史上有这么一句话是 来宫善隐 人汉能敌 这个话如果翻译成现代文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扣来宫这人特别能喝酒 没几个人能喝过他 到宋桃这个酒和唐朝的酒呢 就大有区别了 因为到宋桃的时候 已经发明了这个蒸馏技术 已经发明了这个蒸馏技术 酒的豆腐 较前代的已经提高了 扣准被扁到这个邓州 河南邓州这个地方了以后 被扁到这个永兴 就是治所在先 扁到永兴这个地方以后 这个大小的官邸 只要能喝的 这个为扣转来姐妹 都陪着扣转喝酒 结果呢 把其他人都喝趴下了 扣转还没进行 就要把别人叫起来继续喝 一直喝到这喝醉的人的妻子 急骨告状的时候 才算罢了 后来这个扣转的名声呢 特别的大 有这么一个道人 就来挑战他 这个道人就说 自己的量呢 是一次能喝的一堵瓶酒 这一堵瓶是什么量呢 这个按照宋制 这个宋制的一斤 这个宋制的一斤 大概就和今天 市制单位的 这个一堵瓶酒 这个算下来 就相当于现在的六公斤 因为当时的一斤呢 就是相当于 今天的596.82克 这个道人呢 一次能喝六公斤的酒 扣转很高兴 这一次呢 又能陪住他了 结果两个人就喝酒 这个人家这个道人呢 是一下子把这个 一堵瓶呢 举起来 一饮而尽 这个扣转呢 被吓住了 喝不了 这个道人呢 就强迫扣转来喝 扣转最后讨饶了 然后这个道人就说 以后 你再也不许 劝别人喝酒了 扣转知道自己错了 以后呢 再吃饭 再喝酒的时候 再不强人所难 强行地劝别人喝酒 但扣转以后 再没见过这个道人 后来有人就说 这可能是神仙 来教育扣转来了 扣转直到 瞪着以后 这个喜欢在家里边 开晚会 因为他比较失忆 这个在家里开晚会 他这个晚会呢 用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烛光晚会 家里边从来不点油灯 就点蜡烛 这个通宵打转 等这个宴会结束的时候 这个剪蜡烛的地方 下面呢 都拉泪 都流成堆了 所以呢 这个邓文州的花蜡 比较有名 据说呢 是寇春发明的 这个 开这个晚宴的时候 还喜欢 这个俏舞 他这个俏舞的时候 拿着一个折汁 这个舞起来 常常呢 是通宵打蛋 这个义舞呢 就是一整千 后来呢 人们把扣转 独闯的这支舞呢 叫做折汁颠 这个舞的是 如颠如狂 第四个 就是面狄同列 这个北宋 有一个名臣 叫王丹 他和扣转呢 是童年进士 但这个人年龄的骚掌 这个做事的时候 很老练 所以呢 就当了宰相 这个扣转 这个王丹早一扣转 当宰相 扣转心里特不舒服 所以呢 是经常 这个有机会 就要使些小绊子 来为难王丹 这个时候王丹呢 管的是中枢省 扣转管的是书民院 一个管行政 一个管军事 本来分属两个部门 但是这两个部门之间呢 因为工作 还是有一定的交集 有一次 中枢省发往 这个书民院的文件里面 出现了严格的 这个严重的格式错误 扣转这一次呢 发现了以后 灵机一动 马上就以斗职罪 把这个告到皇帝来的去了 当然 王丹呢被皇帝叫过去了 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王丹呢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也做了自我检讨 这个扣转这一下 心里舒服多了 于是呢 后来 审查一些中枢省的文件的时候 特别认真 老早查 一有问题 马上就报告给皇帝 皇帝呢 就把王丹叫过去收拾一顿 但是这个 风水连流传 一个月以后 这个扣呢 掌管的书名案 放中枢省的文件里面 又出了问题 中枢省的唐领呢 特别高兴 就是这一下 可以收拾一下老扣了 于是呢 就把这个情况 报告给了王丹 让王丹呢 是报告给皇帝 结果这个王丹呢 是没有这样做 而是把这个文件 发回书名院呢 是纠正 扣人知道了以后呢 是大为惭愧 后来的时候 他碰见王丹 就说 童年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大动呢 王丹这个时候 淡淡地看了扣人一眼 啥都没说 过了不久 扣人呢 又旧病复发 和皇帝商量事情的时候 又有意无意的 就开始向王丹呢 开炮 这个说 这样的人 怎么能当宰仙呢 这个王丹呢 好像还蒙在鼓里 一直在皇帝面前 老实说扣人的好话 表扬扣人的才能 他们两个人的 这种态度 宋真宗请不下去了 宋真宗就跟王丹说 你老在我面前 说扣人的好话 表扬扣人的才能 人家扣人在我面前 老说你的坏话 这个王丹说 我当宰相时间太长了 出的错误肯定多 扣人之所以这样 就表明了他的正直和忠心 这也正是我看中扣人的地方 黄金呢 十分的景仰 就以王丹为忠厚的时长者 这个扣人的小动作呢 不但没有矮化 王丹的形象 反而使王丹的形象呢 更加高大 他自己呢 很快也得到报应 因为他的火爆脾气 没少得罪人 于是呢 又人告发 他就从书密使的位置上 就免下来了 按说能换到这个级别 也不容易 扣人的心里不甘 于是就 私下里托人 找到管人事工作的王丹 说看能不能 弄一个史相类的职务 保持原有待遇 因为这个工资很高嘛 保持原有待遇 这个王丹清了以后说 这个史相难道是自己要求的吗 这个这样的要求 我万万做不到 这个扣人自知到没趣 这个 他履然与王丹为难 原来在这个时候 不落井下石 就已经够意思了 怎么 人家怎么可能伸出原手呢 可能任命文下来的时候 这个居然是武圣军节度史 不在扣人的期望值子下 当扣人的是 感谢皇恩浩荡 一个头磕下去 这个感激气凌的时候 宋真就说 你以为你的职务是正安排的 实话告诉你 这都是王丹推荐的结果 扣人一下子 愣在那里 更令扣人没有想到的事情 发生了多年以后 这个王丹病重 这个皇上呢 不得不安排王丹的后世 就问王丹 如果你的病好不了 那我把天下托付给谁呢 王丹这个时候就说 英明的郡主选择良辰 但宋真宗对这个答案呢 特不满意 就逼着王丹要把这个人说出来 王丹呢最后没有办法 这个强大精神 拿着潮湖 就是湖板 这就是郑重其次的 给这个皇帝说 以陈于殿 末日扣人 宋真就说 扣人这个人性格过于刚烈偏狭 难当达人 你还是说说别人吧 王丹就说了 对别的人能不能当宰相 我还错失不了解 王丹死后 扣人呢就 官拜宰相 到达了他的人生 最巅峰的时候 扣人这个时候 心里最感念的 恰恰是他 履履伤害的王丹 第五个 扣人比较讨厌 南方人 这个南方人当时有个称呼 叫江外人 这个 北宋的黄都 在长江一北 所以把南方人就称为江外人 这个南宋的路由 在他的杂子里边 有这样的记载 说宋人中以前 选用人才 都用北方人 这是扣人的功劳 这个扣人出的很大的力 所以南方的氏大夫 多沉溺 这个 在扣人的眼里边 南方人就是下国人 就是轻巧之头 所以从他心里边 是比较讨厌南方人 这个据个例子 宋氏里边有一个 比较有名的人物呢 叫燕淑 这个可能大家都听过 他从小就是一个神童 是江西人 1004年宋真宗建世的时候 对燕淑的表现得特别满意 就辞他近世出身 但是扣人站到旁边 冷言冷语 说了这么一句 淑 外江人 所以燕淑是南方人 你不敢给他弄个近世 这一次呢 是皇帝没有请他的 反问了一句 张九龄非外江人也 这个张九龄呢 是唐朝的贤相 今天的广东人 这话一出来 这个扣人无言以对 确实如果皇上 在听扣人的话的话 那北宋王朝 就少了一个能谈 这个燕淑 后来的实践证明 他的文词特别好 而且在政治上 有一定的建树 他给陶秦还推荐了 大量的人才 这个 有我们都能知道的 范仲淹 王安石 欧阳修 这都是燕淑推荐上来的 故人之所以不喜欢南方人 这个主要是 在北宋初年的时候 这个朝庆 整个来讲 都不重视南方人 而重视北方人 这里有个史料 北宋的时候 有一个叫邵伯温的 他这个书里边 就记载说 宋太祖赵匡彦 在他的大内里边 刻了一块石头 石头上有这么个画 就后世子孙 无用南世作相 内成主兵 南宋有个赵炎伟 在他的书里边也记载 宋太祖赵匡彦书 以后谁用南方人为将相 杀贱官 就不是他的子孙 也刻在东京的大内之中 所以从朝庆来看 就比较轻视南方人 所以扣任轻视南方人 也和党中央是保持高度一致 这个轻视南方人 重视北方人 这个是宋太祖 赵匡彦定的制度 在宋太祖赵匡彦 手里边一共经历了 七个宰相 这个宋太祖手里边 九个宰相 这十六个宰相里边 没有一个南方人 由这个我们可以推断 在宋初的 这四十年时间里边 没有一个南方人 当宰相一致的 当然作为扣战来讲 这个他不喜欢南方人 还有一个原因 他和南方人有过节 扣任医生五次必贬 两次都是因为他得罪了 他不喜欢的南方人 而造成的 第一次呢 就是他得罪了 他一向非常瞧不起的 王清若 王清若呢 是江西人 在1004年 七丹大举南下 蝉州之战之前 这个王清若呢 曾经秘密请宋真宗 遣渡精灵 刚才我们说了 在朝堂之上 扣准要杀了王清若来祭祈 王清若呢 被贬到河北大明去做地方官了 这个王清若呢 就对扣准了十分的仇恨 残燃之盟前进了以后 这个宋真宗 心里面是既满意 又不高兴 这个话怎么讲呢 我后来分析了一下 说满意呢 是因为 这个代价比较小 没有割地 而且呢 宋道之间保持了长久的和平 不满意呢 是因为 在太宗 在太宗太宗两朝 在太宗太宗两朝 人家都是戎马生涯 建国打江山 功劳卓助 而到他手里边 就和北方小小的七丹国 脱鞋了 以碎壁换取和平 还比有些人 批准为比较耻柔的 而且王清若呢 是在这个时候 就加言加醋说 这个残燃之盟 就是春秋这一本书里面 所记载的 城下之盟 是屈柔的 这个海外皇帝 这个陛下见过没有见过 这个赌博 说这个抖头在最后的时候 往往就会把身上 所有的钱财拿出来 这叫孤注 把这个拿出来一次性的投入 叫孤注一掷 再看 这个蝉鲁之战 扣准根本给陛下 没有想出一个万传之策 而强行地让陛下 与驾亲征 这就是拿陛下的安传 来孤注一掷 幸亏我皇 这个洪福齐千 福大名大造华大 我军打胜了 如果我军失败的话 那陛下就是北方的俘虏 宋真宗呢 本来就心里不太舒服 再加上王秦若 这么乔言加醋的 这个一说 就疏远了扣准 两年以后 在1066年2月 扣准就被贬到陕州 这个远离到 船里中央 这呢 与王秦若的这个敬衙 脱不了干系 第二次呢 就是因为一个南方人 丁卫 对扣准落井下石 丁卫呢 是江苏人 是一个有才无德之人 是扣准一手 把他这个切拔起来 而且加以培养 这个有一次呢 是晚上吃饭 扣准不小心呢 弄脏了胡旭 结果这个 当时的参职正式 就因父宰相的这个定位 马上就阴前的上来 给扣准把胡旭 擦拭干净 随着这扣准并不领情 接着久经就说 参职正式呢 国家大台 难道你就是为上司 覆虚的吗 说的这个定位呢 是羞愧难当 无济自容 如果当时有个地方 那他肯定钻下去了 这个所以到 一零 这个二零年 扣准遭贬的时候 这个定位呢 是落井下石 当时呢 是皇帝本来想 在这个 把扣准贬到一个 比较小的地方 教训一下 但是呢 定位 就在这个 招书的尾部 加了这么一句 结果扣准比一扁再扁 最后扁到了 岭南的雷州 结果呢 因为生活条件太差 这个扣准年龄太大 第二年呢 就病死在雷州了 这个无论南方人和北方人 大家同朝为官 本来也给相互帮臣 共同给国家处理 但是扣准 这个子死也不明白 这个道理 这不能不说 是一代名臣的一个被爱 还有一个例子 说出来 肯定让大家大戒眼镜 就是宋真宗年间 科举考试 这个这一次呢 科举考试的时候 有两个人呢 这个成绩特别好 一个就是 这个京东人 这个蔡奇 一个就是江西人消灌 这个京东就是三东 这个结果扣呢 在旁边说了 这个南方人 不拟多贯事 这个结果呢 是这个 蔡奇就必 封为壮严 下逃了以后呢 扣着这个高兴劲 这个逢人就说 我又给咱们中原 这个夺得了一个壮严 所以扣着呢 是一个典型的地狱黑 这个一向呢 是不喜欢南方人 而且他这个宅相呢 是让南方人讨厌的 最后呢 是遭到了王清若的排挤 王清若为了达到排挤 扣着的目击 是没有少干坏事 所以这个地狱歧视 有时候是会造成大祸的 第五个问题 我们来看扣着的传说 这个 扣着传说里面 这个很多 我们在这里 具有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呢 是扣着于这个水晶灵 在1006年的2月 扣着比扁到闪度 年纪的时候呢 就是他回老家省亲 在这个过程中是 当时封闻了以后 家乡呢 十里八项的人呢 都赶到大陆旁边来迎接他 这个大陆上呢 都摆的是猪羊九肉礼物 扣人下马以后 一亿搭谢父老乡亲 但是这个礼物没有收 等到他到老家的宅子里面 发现了这个 这个设有树杖 树杖下面是树边 树边下面是树桃 树点 树面 树极权 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 是自己的生日了 他于是呢 就邀请众相亲 一起坐下 一起吃饭喝酒 酒过三选以后 有一位老者 碰上一个精美的礼盒 这个让扣人过目 这个在众人的催促之下 扣人打开礼盒 发现呢 里面放了五十个 精英漆透 晃了水晶般的简心 这个上面还有一张纸 这个纸上 还有一首诗 这个诗呢 是这样写的 公有水晶墓 又有水晶心 能辨中于间 洁白不染沉 落款呢 是下归的 众相亲 扣人这次呢 就不能辜负 老百姓的 这个家乡人的 这个申请 于是把这个礼物呢 就收下了 这个扣人的 以后 这个无论到哪里 都经常提醒 他的家人 照着家乡的味道 来做这个水晶饼 这个 一个呢 就是要保证一颗 清正廉洁之心 二一个呢 就是不忘家乡 这个不忘本 第三个 第二个 这个传说 就是宋朝人王弃之 有一本书 这书里边记载 说扣来宫 扁此雷都以后 散缓 过京南 公安县民 这个怀功德 以竹叉记 挂物一位记 凡之 这个后 生族藤林 一位神 因为公立四 这个把这种族子呢 叫相公族 就是扣来这个灵鹫 从雷都 往老家搬运的过程中 这个公安县的 这个人民 怀念他 最后本来来讲 被砍下的竹子 上面又挂了 这个祭物 已经被烧了 但是呢 又成活了 所以特别神奇 把这种竹子 就叫相公族 这个第三个传说 这个是流传的比较广 这个在房间呢 是扣准因为 杨家将的故事而闻名 在书里边 又卷起了 又卷入了杨家的 起起落落 在戏区里边 又和八弦网 潘远良家 都扯上了关系 而且对杨家四代 照顾有加 这个 但事实上 和评书戏区里边的 区别是很大的 因为扣准 有很长的时间 都自身难保 所以他也不可能 来照顾杨家 所以这里面 有五个问题 咱们又在这里 澄清一下 第一个问题 就是他和 这个老令公杨基叶 潘远美 这两个人物之间的关系 扣准 这个980年 如是当官 986年的时候 他这个时候呢 是主要任务 还是个小地方官 主要任务是往 港项 作业西北边境 运输军粮物资 主要来往于 陕北一带 按照他当时的 能力和关节 不可能 也没有能力 过问 潘洋两帅的事情 而且这个 养老令公呢 是在 这个980年的时候 986年的时候 已经战死了 真的是一个 要说明的问题 第二个 要说明的问题呢 就是巴贤王 巴贤王这个 现在来讲 可以说 做到的家喻户晓 我们经常把单位里边 级别比较高的 啥事都不管的人 都成为巴贤王 这个巴贤王 这个人 历史上有没有这个人 经过研究 这个人是没有的 因为这个人的 按照评书里边 所说的他的生平 和历史人物 赵德昭 赵德方 赵元祖这些人 都不想符合 他很可能是 根据宋出的宗室 赵元岩 这个时候赵元岩人称八大王 和赵元祖 这个赵元祖呢 有两项特权 一个就是 可以佩戴弓箭 这个上朝 可以佩戴刀剑上朝 第二个呢 是上书的时候 不用署名 有这么两项特权 和其他的一些意识呢 是混合 而虚构的一个历史人物 然后呢 再经过剧作家的加工 加工过程中呢 加上人民传众的一些心愿 比如人民传众呢 是从敬中产 想乘处全滩 然后增加进去 以后又能够 使得杨家将的故事呢 更具有戏剧性 所以这个八贤王这个人 是很多人的一个复活期 不是一个剧期的人 第三个就是 潘美 潘然美 这杨家将里面 也有这个人物 他呢 实际上是北宋的一个 保家护国的一个功臣 参加过赵匡燕兄弟 统一国家的战争 对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的八女儿 确实是嫁给了 当时还是相亡的 赵衡为王妃 赵衡呢 最后是当了皇上 而这个潘美 在太宗逃的时候 就去世了 所以 他根本不可能 在真宗逃 来干涉朝政 第四个 要说明的就是杨延郎 这个杨延郎呢 就是杨延昭 就是杨家将里面的杨六郎 他在这个禅州之战的时候 从侧面 也是从墨州 攻入辽国 这个萨舍辽国的守将 切断了辽军的退路 有力地配合了 正面战场的作战 这个禅州之战后 这个杨六郎 是被升官了 而不是被贬官了 被升到什么地方呢 高阳官的副帅 杨六郎 这个没有娶 周世宗才荣的妹妹 才俊主为妻 他也没有亲生儿子 杨文广是过继的 这个杨文广的这个妻子 穆桂英 穆桂英呢 也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 他的机关的特别多 有北京怀柔 北京顺义 山东肥腾 这个山西宝德 这个山西密志 这个我们这个陕西都知道 他还可能是陕西人 据说是临通山东边的 穆克赛的人 那据山西的宝德县字记载 这个穆桂英 可能是根据送出的一个大将 叫慕容颜兆的孙女 加工而成的 这个慕容颜兆 是先必贵族 这个家族里面是武将出身 这个擅长射箭 擅长射箭 这个他子承父业 他的子孙呢 就继承了祖先的功德 这个野渡 这个山长打仗 布阵 这个射箭 所以呢 这个 慕容颜兆这个人 很可能就是 根据慕容颜兆的孙女 加工过来的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慕和慕容 因比较近 所以他也是一个 传说中的人物 最后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对扣准的评价 一提到这个扣准 我的脑海里 马上就会呢 是涌现一堆词汇 有才华 有风斗 有结荡起伏 有大钟 传奇 作风应朗 这个正派 力挽狂澜 破例 等等 总而言之 扣准的这个一生 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和历史的激荡的 我们从三个方面 来看一下 对于扣准应该怎么评价 首先呢 也看一下扣准的性格 就扣准的个性 扣准呢 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物 他具有我们老险的 深层冷却的脾性 这个当时呢 宋太宗就批评过他 厚情变 施执政起 就扣准在朝堂之上 在和别人 争辩起问起来 用现在不好听的话 好像有点 不顾其面 宋太宗呢 这个宋真宗呢 也批评他 厚刚使气 换起刚职 难读任 就太刚职了 害怕把大的责任 给他 承担不了 比扣人 齐拔起来的履端 也说 扣供呢 是性刚自认 后面低同列 刚才我们也说的 他跟王弹的这个关系 但是宋朝 有一个人 叫朝公武 说他是这样的 说 一论中止 不顾先谋 他一旦 因为这个事情 政策又争辩的时候 可以冒杀头的危险 可以冒 这个 把关的危险 来争辩这个问题 所以 他争辩起来是 不顾身母 万一流燕的这个故事 我们刚才已经知道了 历史上还有一次记载 说有一次呢 是 这个扣准和宋真宗 争辩论一个问题 这个 结果呢 他就把 中世省的公文 拿到皇帝的面前 非得和皇帝 要争一个 是非去值 那封建社会里边 皇帝就是金虎语言 就是正确 就是真理 但是扣任在这个时候 要和皇帝 要争一个 是非去值 在1004年 蝉辩之战之前 扣任呢 这个 要皇帝 瑜伽轻征 但是皇帝的心里 还是害怕 既难之于怀内 这个不想去 扣任在这个就说了 如果陛下不去的话 臣子们见不到陛下 那事情就麻烦了 所以 你不能回去 另外呢 据宋史 即是百磨里边记载 说这个 蝉州之战的时候 这个 皇上的皇年呢 到达了蝉州南城 但是看到 七单的军队里边 军事正盛 所以呢 大家都纷纷请求皇帝呢 再不要往前走到 就住到 蝉州南城 但是扣任 不行 扣任 顾请陛下 说了这么一句话说 如果陛下不过河 则人心一味 这个极其未射 所以 非所以 取位决胜也 如果陛下不过河 人心就得不到 安抚 即任就得不到 震慑 取胜就没有 多大把握 所以就命令士兵 把黄继的碾车 给围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 黄继才随渡河 到达了蝉州城的北城门 才招负众将士进行安慰 远远近近地 看见黄继的大罗伞 大黄伞的浴盖 然后才欢呼万岁 声闻速实力 而齐瞻 在这个时候看到 宋朝皇继 羽驾清征 宋朝这次打仗 是来真的了 所以呢 是相视不害 当然这个战争的结果 最后是宋军取胜 宋军取胜 那扣准深得民间喜爱 那民间对扣准 怎么评价呢 这个虽然扣准身上 还是有些瑕疵的 但这个瑕不掩语 他知错能改 所以我认为 在大是大非年前 扣准是不为后人所诟病的 但小的细节 他又不是神人 这个小的细节呢 他是还是这个 也值得推敲的 当时流行的那句 玉德千夏好 没如招酷老 就道出了老百姓的心声 扣准青年为官四十年 这无地宰相的声明早已远播 他终生不攒钱财 不知钱缘 已经清不障 床障 就用了二十年 所以波文总就说 连者 民之表也 就连者的官员是民的表率 贪者 民之贼也 扣准的是磊落一声 在他的身后 纪念他的词 庙 陵 墓 楼 晴 遍及大江南北 纪念他的戏区有 琴枪 京剧 语剧 河西大谷等等 戏区的名字有 扣准悲学 告语状 扣准八雁 木彬挂帅 清观策 等等 可见呢 扣准在民间 影响的是 何其甚远 深得老百姓的爱戴 最后我们来 盖棺定论 这个 有这么一句话 叫 正生人去后 民意 闲谈中 这个中国呢 是自从周朝的时候 就建立一种 嗜好制度 这个嗜好呢 就是 古人 根据前人 根据他当朝的 那个前人 生前的做着 一些事情 在这个前人 去世以后 给他们所定的 封号 这个一般情况下 黄继的嗜好 由李贯来定 而大臣的嗜好呢 由朝庆来定 这个就是中国的 嗜好制度 这个扣准 为民请命 给国家迎来的和平 确实是一位好宰相 所以扣准去世 十一年后 1034年 宋仁宗就发布 诏书 恢复了 扣准的爵位 1035年 宋仁宗下诏 这个词 扣准是号诏 这个里边 这个里边就说 这个里边就说 试法由 威申奉上约忠 左国遭忧约敏 何事修建 魏其英文 执特赐诗 约忠敏 就是说按照 扣准的这个表现来讲 给他敬的诗号呢 叫忠敏 这个试法上讲 这个林焕不亡国约忠 推贤进藤约忠 连宫方正约忠 在国服乃约敏 简单的这忠敏两个字 就真实地道出了 扣准的作风 和扣准的处境 后来 宋仁宗又用 海林学士 孙变 撰写了 来国扣忠敏功 经种之病 这个闭门 而且呢 是宋仁宗 亲自为这个 背首 撰写了 井中 两个字 这个井呢 是表彰的意思 表彰这个扣准的 这个忠诚 一试报奖 2012年2月 北京大学 赵东梅副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精彩开讲 19级的 千秋是非花扣准 从而呢 在全国上下 掀起一场扣准日 扣准中期一生 在晚年的时候 在政治上失败了 而且死在了 他的贬折之际 他起落之间 都是传奇 这个图画呢 是林卫区 官邸镇 座家村的 扣准墓的墓碑 这个碑子上面 写的这个字 是清朝的时候 陕西巡富碧原 所写的 私人已是 墓地方华 芳香融穿 幽死长存 这个让我们 在追忆中 还原历史真相 记取历史精华 让我们在 斗史中发现 在斗史中成长 在斗史中前行 谢谢大家